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因为我是歌手这档节目周深迅速窜红,现在他已然寄身于一线歌星的行列,很多周深的粉丝都好奇一件事,那就是为何他的实意如此强大,可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很久才火,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吧,首先周深没有获得好的资源,在参加我是歌手这档节目之前,周深虽然经常参加综艺,但他基本都是背景板一般的存在,再加上他是个含蓄内敛的人,所以在综艺节目当中,很多人都会选择性的忽视他,要是缺少好的平台, 无论歌手多么的优秀,人气都提升不上去,就拿薛之谦举例子,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,可要不是他在极限挑战当中,成功登上热搜,粉丝数量绝对是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庞大,周深能崛起,多亏他参加了我是歌手这档节目。 其他明星对周深还是很服气的,因为他能够在歌唱近眼泪的比赛当中杀出宠威,这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,还有周深的声音其实是把双刃剑,在唱歌的时候,周深的嗓音的确可以让他获得更多的关注,可是令人唏嘘的是,很多人关注点都在声音上面,特别容易忽视周深这个人,可能大家之前就听过周深的歌曲,只是歌曲和歌手的名字对不上好, 在知道周深的身份之后,很多人的关注点就落在了音色上面,压根就没有在意他使用的各种说唱技巧,还有周深虽然曲风比较多变,但是他的歌曲主要还是以慢歌为主,如今这个时代非常的喧嚣,因此很多人看见周深的歌曲之后会选择直接跳过,在周深火了之后,大家才开始细细的品味周深的歌曲,很多人都说周深的歌曲有直击心灵的力量,这句话没有夸张的成分,周深表面上是在唱歌, 实际上他是把歌声当载体,用来承载自己的情感,有趣的是,很多原来不喜欢周深的人最后变成了他的粉丝,这很好理解,在周深还没有活起来的时候,外界对他的误解特别大,有人觉得他是在故意用假声唱歌,甚至还用哗众取宠这个词语来指责他,可是随着对周深的了解吧,大家原来知道很多信息其实是在网上的谣言,正是因为精神层面经历了这样的转变,所以不少人对周深的态度从厌恶变成了喜爱, 周深肯定在采访当中说过,他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一夜爆红,那些一夜爆红的明星短时间内的确能够收获到很多人的关注,也能够获得很多的利益,但这个周期往往特别短暂,周深的思想很成熟,他知道对于歌手来说,作品是最重要的,所以他这些年一直都在积累和沉淀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充实,说周深幸运当然没有问题,但如果说周深只是因为幸运,所以才被大家所关注,这确实不太好, 因为这番言论抹杀了他个人的努力,周深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,在参与我是歌手这场节目之后,周深的粉丝有饭圈化的趋势,如果周深真的是走饭圈路线,那么他获得的收入肯定是从前的无数倍,但在这个趋势还没有彻底形成的时候,周深赶紧交听,因为周深明白,他的目标不是流量明星,而是歌手,他希望创作出更好听的音乐回馈给观众, 而不是想利用粉丝圈钱,很多人都说周深之所以嗓音特别干净,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比较纯净,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,在娱乐圈当中,其他明星在勾心斗角的时候,周深在默默的提升自我,这个过程很艰难,但周深从来都没有卖惨,周深新歌无限来袭,也许很多小伙伴都还不知道,因为他并没有正式上架音乐平台,而各大音乐平台也是为了争这首歌的版权付出很多努力,就连酷狗音乐都还没有得到这首歌的版权, 只能够争取认领,这首歌到底有多强,周深的《无限》究竟是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音乐平台的青睐呢?不说《无限》这首歌的穿透力高音,就单说周深的名声就足以让音乐平台青睐了,可以说周深的每首歌曲的播放量和受欢迎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,而这首《无味》更是一首独特的歌曲,独特在什么地方呢?转音部分的高音几乎接近海豚音,还有相当强的穿透力,也是建议音量调小一点点收听啊! 歌曲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的,就像睡着的人突然之间爆发,那种震撼感非常适合年轻一代收听,这就是青春的刺激。 当然,周深之所以如此的被如此青睐,与现在的实力和潜力也有很大的关系。 周深被芒果、番茄、蓝台、力捧,当然他们干预不了周深选择哪家资源,但从态度上表明他们是很看重周深的。 周深的综艺表现非常不错,可以说他的适应力非常强,很快便能够把握节奏,效果也是好的没话说,为平台增加了大量的收视率。 而周深的本质就是一位歌手,他的音乐自然就会在身份提高之后受到各大平台的青睐,何况周深的音乐收听率一直都保持居高水平。 周深对于他来说,简直就是一个香饱饱。可以说,周深之所以会得到如此的看重,与自身能力和运气是有关的,若是他当初没有人扶持被埋没,那么就算有一身的本事也是无处施展的。 若简单一点来说,周深就是凭我是周深,便是各大音乐平台争强版权的理由,如今的他不再弱小,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